中国自古有礼于月龙门之说 别遇人飞黄腾达关于亨通 景礼是高档的观赏于有会游泳的艺术品美称 台湾的气候环境水值高潮的养殖技术和多元开放的社会 4月初高品质的景礼是深受各国爱理人士的喜好 外销产值逐年攀升 展现台湾景礼养殖实力也从中看到上级 鲜艳的红 纯净的白 这就是红白种景礼 以红白为基本 配上点状小黑斑 这是大整三色 黑底上有红色和白色花纹的则是昭和三色 这些是最具代表的景礼 合称为玉三家 景礼品种是分的 最重要是有景礼品种13类种 但这13类种在里面都是大家想尬业 也是逃到玉三家 这三种是在爱药家里面是百甘不厌 高级观赏鱼景礼 生姓何群温巡 被称为活的宝石 寿命长达数十年 甚至超过百年 所以被视为吉祥的宠物 因为它不是食用鱼 它不是我们生理上的需求 这个景礼它是我们心理上的需求 那心理上的需求是一些国家 它对这个生活品质文化它有要求了 它对庭园 对家 对个人的这个休闲思好 艺术的那个品味 有这个相对要求的 所以这些国家相对是一些比较先进的国家 养鱼当然就得注重水 有好的水就会让井里拥有食欲长得健康漂亮 而拥有好山好水的台湾 恰好拥有饲养井里的优势 中盈盈说 台湾养殖业者与世界各地交流频繁 因此相当熟悉外国买家喜好 目前台湾的景礼养殖场约有40家 各自有销售的地区 如东南亚 欧美及中国大陆等地区 开展出观赏水产的亮眼商机 新团的电视 秋天喜王源 台湾台中采访报导 新团来访报导